癌症並不可怕 因為我是大腸海三起 我看過一本書 我覺得蠻有道理 就是我們人跟一棵樹一樣 它的修補功能是蠻好的 自我修 對 就是你的修補功能是很好的 你不用去怕 不要這麼做一個蒼疤 它幾天後發炎 幾天後就會好 一定是這樣子 它的過程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身體也是一樣 就是你的身體的修補功能 它是自然會不會修補好 所以說我那時候就是 還有很多人推銷我一些什麼 保健食品幹嘛的話 我都謝謝他們好意 可是我不接受之後 我反而覺得說還蠻好的 因為我靠著我心裡面的那種 就是對於病的那種 就是我不會去懼怕它 不會去怕它 就是我覺得說癌症 好吧 就癌症吧 那就是生活正常一點 心情開朗一點 那就到現在 所以你是切掉腫瘤 病沒有化療嗎 我沒有化療 對 它就是這樣子 其實我並不鼓勵大家不要化療 就是說你們該化療 該標靶 該罵 你們按照醫生的指示去做 但是因為我當時 醫生病沒有一定要我化療 你是可以不用化療 但是我就選擇 沒有做化療這樣 大概是他體質是不錯 因為他 士官學校當了十年的病 所以他身體能體育力 體質 他體質就應該不錯 但是理論上大腸來第三期 應該是要化療的啦 因為第三期的話 基本上就是擴散到08節了啦 你看到現在他都越來越健康 而且頭髮很茂盛 對 假髮 沒有啦 所以說你看他真的 他也不是負擔吃不起 他就是覺得說 這個也是一向負擔啦 反而對你是正面的營養 就是也不曉得聽哪一個 是講說這個 其實他賣每一個保健師 譬如說這增加你每一系統 就是每一句話就增加你每一系統 每一系統的東西 就要怎麼增加他 很抽象 太抽象了 我覺得特大哥其實遇到這樣的事情 他是用正向態度去面對他 因為你游泳氣 你正向態度去面對他 也是過一天 你被傷害過也是過一天 他是不是真的有買一些東西 有沒有 有 沒有 沒有 不過賀大哥那個有一個要 各位觀眾朋友講一下 就是那個就是 那個大腸癌第三期 還是應該要化療啦 雖然賀大哥沒有化療 可是也過得很好 可是這是一個機率的問題 這是一個機率的問題 那是因為我沒有擴散 你沒有擴散 我沒有擴散 你都沒有做其他有的沒的治療 還是真的有買的 什麼東西 你什麼時候是你瞞著我們 還是剛剛講說 還不然你想說太貴了 我只買一百而已 賀大哥 你有沒有聽過 人家那個話術很厲害的 跟你推銷很厲害 我有聽過 又讓你很驚動 可是聽完之後 我就笑一下這個 因為他跟我講說 你看看 這個東西 我要講 烤 我要講 我拉旁邊 很神秘這樣 賀大哥 我要講 我自身看錄影大大了 你是國寶 他跟我們講的話 我們開始有點這樣子對不對 我跟你說 你也是沒在 是我們國家的孫子 你講怎麼變為人一樣 你看 我這個你看看 這個我以前 那個平衡 以前要不在家前 最終於你看看 臉都換他 都繞他 這個兩關之後變成這樣 結果他一直看 這個 你好同僚啊 我也不猜到他 我說謝謝 我不好意思 我榮耀 我榮耀 他剛才根本沒有判斷能力 沒有 其實我跟你講 癌症的人很脆弱 還有就是說 有錢怕死得很脆弱 還有一種就是說 一般我們台灣人 可以買藥 一般人都很有興趣 只要講說 吃得不錯的 吃得會漂亮 女生只要漂亮 男生只要會壯的 都會買 壯陽的那種 好 以前我們年輕的時候 在後台的時候 我爸上進來 我跟你說 坐你一定會吃 好 我說是怎麼樣 所以他其實不是這個被騙 他是年輕被騙得多 所以他有過來了嗎 沒有 最後沒有被騙 沒有 有時候是玩笑話 可是就是在那個過程 我們有學到很多就是 很多的東西就是 你只要相信他 就會被他牽著走這樣 對大腸癌的徵兆 有糞便 有血 那第二個是排便習慣的改變 第三 有大腸的息肉 我們跟楊麗大隊很久沒見了 是 楊麗大隊好 請坐 你當初發現是第幾期 我是第二期的週末期 第二期的週末期 怎麼突然回去檢查 是分辨有血 沒有 其實我本來 因為有出血 所以我本來其實 然後去檢查的時候 剛開始其實沒有 沒有講過那麼嚴重 所以開始的時候 檢查他也是當作自創 但是針對自創來治療 並沒有好 然後他覺得很奇怪 又去檢查了一次結果不是 醫師當時有怎麼跟你講說 切完之後 幾年觀察 我大概每一年 我到現在都還有在 還有在復討 就是做腸胃鏡的 對 癌症的追蹤是一輩子 是一輩子都要追蹤 可是前幾年會比較密集 不過楊麗大哥 他因為第二期的關係 可能疏後就是開完刀就結束 你說長期追蹤 那不是有人說五年的 沒有 那我們講是講 五年出負率 我們講五年出負率是說 以前我們認為癌症 大概如果你過了五年之後 你再復發的機率就不高了 所以我們認為你五年沒復發 我們認為你治癒了 所以大家都在講五年存活率 但是現在我們對癌症的觀念是 它跟糖尿病高血壓一樣 它一輩子都有可能會復發 因為我們有太多癌症病人是 十幾年 二十幾年後才復發的 可是你現在看那個時間都快轉 有可能會延後嗎 有 這個反正是我們科技現在 為什麼 因為現在人口老化 老人本來就比較容易得到癌症 其實不是我們的環境變得有多差 其實在政府的努力之下 現在實案的問題 雖然還是沒有很好 但是慢慢的又在改善 但是其實主要癌症時鐘會 撥快的原因是因為大家 老人家本來就比較容易得到癌症 其實那個概念上應該是 如果你年紀越大的話 你受到環境的刺激時間越長 越長 就容易會有像這種病變產生 因為癌症大概就是不外乎 基因上面的問題跟環境上的刺激 所以如果你接受刺激的時間越長 當然就越會 所以我們大家都會宣導說 以前人的飲食 是高鮮的東西比較多 現在比較精緻 所以如果要預防 像大腸癌這個東西的話 基本上來講 應該還是要 要回歸成比較原始的食物 那盡量什麼東西都吃 然後盡量多吃膳食纖維 讓腸胃的那個蠕動能夠比較好 這個有沒有可能 就是因為情緒上的問題 會啊 就是說緊迫或者是環境 其實那個遠見雜誌 早就有報導過了 那個 免疫力跟癌症是非常有關係的 因為當你有癌細胞的時候 你免疫力如果踢到把它炒到的話 它就可以先把它殺掉 根本就沒有 它根本就沒有機會發作起來 然後現在我告訴你 如果你緊張30分鐘 緊張 所以你一直會是在高壓環境的 一定比較容易得癌症 所以我們算危險 對啊 沒關係 你有健檢很多啊 沒有 而且我們年級高壓力 像剛剛聽完 就是如果有習慣性 會有痔瘡的人 就是要會很小心 沒有沒有 痔瘡跟他沒關係 痔瘡沒關係 這倒是分開來 但是我們大家都可以觀察到 如果比較容易有痔瘡的人 可能比較容易有排便習慣 不是很順 或者是你生活上比較緊張 影響你排便的習慣 那這樣子同時 就是這個同時 會增加你大腸被刺激的頻率 那如果這樣的話 可能會因為這樣子 造成大腸癌 間接性的有關聯 但是痔瘡跟大腸癌病開 變變有血這件事情 只是初期還是一旦有血去檢查 都會變成是很嚴重 不是 大變有血通常是 痔瘡或者是 幹裂 柔管 反而是 癌症的機率不到千分之一 大概只有千分之一 所以我們才會有一個很重要 叫糞便前血檢查 所謂糞便前血檢查這個東西 並不是看到有血 是你如果在沒有血的狀況之下 你去驗那個糞便 糞便裡面因為化學的測驗 或者是用肉眼的測驗 顯微鏡下看 有發現說有血的這個狀況 通常大概都會跟腸內 有洗肉的關係 因為糞便通過的時候 它會摩擦過那個洗肉 然後造成有些前血反應 所以現在最簡單 應該是糞便前血的檢查 對 那這個檢查它是這樣子 就是如果你做糞便前血檢查 抓出它裡面有洗肉的比率 大概是25%到40% 其實滿高的 那我覺得還是要給大家稍微安個心 大腸癌這個東西也不是說 很恐怖我一發現的時候 就是如果一直做大腸鏡什麼 我是不是要半年什麼 一年都做大腸鏡 其實也不是這樣 因為我們從腸子裡面 什麼東西都沒有要長出一個洗肉來 通常需要5到10年的時間 那有一些人可能會長得比較快 也有可能是基因上面的問題 也有可能是受到懷孕事情 那會不會因為現在的外面 食安的問題會不會速度快 會會有影響 所以這是一個平均值 那我們要講的是 從一個洗肉真的變成一個癌症 它通常需要三年左右的時間 所以其實平均上來講 你中間應該會有差不多 5到8年左右的時間 如果中間這段時間 你有做大腸鏡 可能就可以抓出那個洗肉 就找到 通常它那個5年的存活率 可以高達90%以上 所以我們的概念上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一個腸子如果受到了刺激之後 整身的洗肉 變成限流性的洗肉 大概都需要5到10年左右的時間 那大家會有一個疑問想說 那那個期數到底是怎麼定的 那我們通常都會分 大家最常聽到的 除了零期之外 一二三四期 那我們的這個大腸癌 一二三四期最主要是 以它有沒有穿透腸子 那個腫瘤有沒有穿透腸子 有沒有跑到全身性的這個機率 來做一個定期 所以簡單來講 我想民眾可以稍微有個概念就是 一二期的大致上 還是在腸子 腸裡面有的腸子之內 那過了三期之後 它可能就容易吃穿了腸子 到附近的淋巴 所以轉移的機會就有提高了 那到四期的時候 我們大家就可以確定說 它應該是有遠端轉移的情形 所以這會影響到它每次的 那個我們定之後的腫瘤率 底下%是表示它治癒力嗎 五年的存活率 五年還活著 但是過了五年之後 病人還活著嗎 為什麼我們這麼強調 大腸癌的息肉 其實只有一個原因 因為大腸癌 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先有息肉再變成大腸癌的 它不會直接冒一個 癌症在那邊 跟胃癌完全不一樣 胃癌它是一個 直接胃癌就跑出來 一個胃腸椎就跑出來 它不會說 我先來個胃息肉 然後慢慢再變成胃癌 所以沒有人叫你 沒事去做胃菌 不會 可是會有人叫你定期 去做大腸検 就是因為只要可以看到息肉 你把它先減掉 你基本上就不會得到大腸癌 另外就是說大腸癌的症狀 大家想說前血反應 事實上現在國健局 給付的是50歲到74歲的老年人 每兩年可以免費做一次前血反應 當你前血反應 如果是陽性的時候 我們就會讓你來做大腸検 如果說你今天前血反應陰性 也不代表說你一定沒有大腸癌 但是你前血反應陽性 你真的不用緊張 因為我們看到臨床上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病人 來前血反應陽性 都是因為肚子裡面 只是有一些潰瘍 或是有一些痔瘡 或是有一些肛門瘤管 真正被醬子抓到大腸癌 其實並不多 另外就是好像講大腸癌症狀是什麼 可以看到大腸 它從你身體的右邊 右邊這個地方 一直這邊是深結腸 這邊是橫結腸 這邊是降結腸 這邊是乙狀結腸 這邊是直腸 其實大腸癌最常發生在哪邊 是這一段 是這邊一段 這邊在百分之四十幾 然後這邊是百分之二十幾 這個也是百分之二十幾 每一段的症狀都會不一樣 比如說你今天如果長在 深結腸的地方 這個地方其實大便還沒有成型 大便層瘡是在中後段的地方 這個地方其實還沒有什麼大便 小腸一進來就關到這裡 所以這個地方長得大腸癌症 並不會像你平常聽到說 我大便形狀會改變 什麼我會便秘 比較不會除非它長得很大 這邊的話通常是要長得比較大 比如說悶悶的 或是它流血的時候會被你發現 所以這邊是比較難發現的 可是如果你長在這邊的話 就會影響到你大便的形狀 可能就大便會變細 會怎麼樣 另外就是你長在這邊的話 當然除了影響大便形狀之外 你還會有理直後重感 就是說你會覺得一直搭不乾淨 因為你有個腫瘤在這邊 會一直刺激你的肛門 你會一直想大便 可是有時候大大大就沒東西 人家講說大腸癌會便秘 可是我們在臨床上看到 有些大腸癌甚至會拉肚子 因為腫瘤會分泌一些東西 有些大腸癌它反而會分泌 會讓你變成拉肚子 所以我們現在建議是這樣子 如果你的排便習慣突然間改變 你反而要注意 不是說一定是便秘或是一定是 不是 是你排便習慣突然改變 你就要小心有沒有大腸癌 另外剛才講的那個痔瘡 常常說比如說你 常常大大就說 我大便完之後先血一大堆 那個痔瘡其實就是 跟你的腳的靜脈循常原理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當你大完便之後 你大便從那邊刮過去 特別是你大便比較硬的時候 一刮過去那個靜脈就會大流血 可是它比較不會有黏液在那上面 像那個如果是大腸癌的血便有沒有 就讓它比較多量 通常大完之後 你可以看見那個大便上面 會有黏黏的 因為那個癌症的總是 比較會分泌一些黏液 所以它大便的東西還是不大一樣 其實之前我就有個病人 他就是這樣子 他是我的一個老病人 他每天都在我這邊追蹤 那個假中間功能抗疾已經好幾年了 他其實之前就因為血便的關係 他其實在外院已經做過大腸鏡了 那時候說他只有內置跟外置都有 但是蠻嚴重的 但他不想開刀 因為他工作很忙碌 所以他一直每次來都跟我要 痔瘡藥膏 他每三個月來檢查一次 我就開三條給他 本來差也都很有效 其實中間有好幾次跟他講說 你要不要再做一次大腸鏡 已經很久了 那你都每次要不要再做一次 他都說他很忙 而且說大腸鏡很不舒服 所以他都拒絕 可是有一次就很奇怪 有一次他 我本來跟他約三個月 他一個月就回來 我說你怎麼這麼快回來 他說他藥膏用完了 我說他不是給你三條嗎 你是掉了還是怎麼樣 為什麼都用 他說最近得的比較厲害 所以他差得很兇 我們現在就沒有了 我就說如果你這樣子沒有效的話 你真的還要趕快去檢查 結果他還是拖啊 就拖到 又拖了兩三個月之後 他還跟我講說好像真的不大對 請我幫他安排大腸去檢查 一做就三起了 所以當你這個血便 當你用的好方法去治療 不是很OK的時候 其實你就要想到你是不是有些病變了 而且大家不要以為席肉割完就沒事了 席肉的復發率非常非常的高 平均有三成 就是你十個人裡面割完席肉 你隔一年再追蹤 有三成的人又會再長出來 所以當你有席肉的時候 其實你最少最少兩年兩年 都要去做一次大腸癡 請問哪一段做人工肛門 這邊這邊這邊 長到那裡就變得多了 對 長到那個 其實很多人後來 那個大腸癌不願意去治療 就是因為大家跟你講說 開完道之後拉個人工肛門在這邊 他會覺得他自尊心受損也不容易出去 其實現在的觀念真的不是這樣子 即使你長在 以前我們是只要靠近這個地方 靠近他12公分以內 我們可能就要拉人工肛門 現在不需要 現在有很多很厲害的方法 比如說我速前先幫你打化療 先幫你打電療 它可以變得比較強再來開 而且現在有接合的技術比較進步 其實現在做人工肛門的機率 非常非常的低 對 我聽說滿多人 因為這個人工肛門 影響他的治療醫院 對 他就不願意開刀 真的有人因為這樣他就不開刀了 有 就我 就我 說你喔 沒有 我差一點點 醫生是我差好像兩公分吧 就一定要做人工肛門 對 那有時候我心裡就想 我要做人工肛門 那我不要開刀 對 真的會這樣 特別是年輕人 當你被診斷 而且女生 因為他跟我講說要 就是有一個什麼便袋 有個袋子正在這邊 然後你就是要從這邊排出來 要一起親那個 然後我媽那時候安慰我說 現在很多人都有做人工肛門 媽也在偏向 沒有人工肛門 沒有人工肛門 對 其實最近的 像這一次最遺憾的就是 諸葛亮的情況其實也是這樣子 其實我很多年前我就跟他講 你一定要給醫生看 你去徹底檢查 到底到什麼樣程度 他到最後 到最近 我們去年在拍大廖哥的時候 他在坦白講 他說 像彥琪你這個開完刀 像他這樣 我們50歲到70歲是 74歲 可以免費兩年做一次 可是他這麼年輕 他就不一樣了 像他不一樣了 其實他現在在門診的話 定期三到六個月就會安排檢查 那是不一樣的 政府可以 可能也沒有安排 可是像他的家人 也可以開始提早做炸腸鏡 家人有家住室 因為我是醫生做的 就是重大什麼病患 重大傷病 對 所以就是都是醫生去排 讓我去做治療 可是醫生剛剛說 三期就是已經只有50%的 三期只有30到40% 30到50% 對 所以是治癒後30 沒有 應該是說 不是 不是 是說你當你 這是一個統計數字 就是說如果你是檢查出來 是大腸癌第三期的話 你五年的存活率 就是30到40 意思是告訴你說 得到大腸癌第三期 即使你接受積極的治療 五年之後還活著100個 大概就剩30到50個人 意思是這樣 如果能夠活下來 表示它恢復很好 沒有 就是五年存活率 我們講的是五年存活率 這個統計數字 也許那個時候 你的癌症又復發了 但是我們只是統計說 你到那時候還活著的人 還活著的人 因為像是因為我有擴散 到08 所以醫生就說我是三期 然後跟楊大哥不一樣 就是我要做化療 對 妳有擴散 對 因為他第三期 代表08節有遲到 所以一定要做化療 但是那個真的不用沮喪 我們有看過第四期的 活到72年還是好好的 所以這個見仁見智 真的不用沮喪 那時候大我一屆的一個學長 他那個時候才26歲 還是28歲我記得 他那時候有某些原因 讓他積極的想要減重 所以他其實在半年內 他的體重大概少了差不多 8到10公斤左右 他覺得是他減重成功了 他就沒有特別去注意這件事情 排便習慣也是改變 就是中間可能本來 有的時候便秘 有的時候腹瀉 可是他因為食物上面 有在做調整 他在減重 所以他不以為意 然後後來是他真的是 便秘排不出來了 然後去做個檢查 剛開始本來以為 他是去檢查痔瘡 結果發現的時候 已經是大腸癌第四期了 所以開完刀也有接受一些治療 但是大概治療之後 在一年半左右 他大概就撐不下去 因為其實他的病發症走了這樣 因為我就是每天至少會兩次排便這樣子 但是因為我長期以來 我的病便都不是成型的 都是比較軟 要不然就是稀 要不然就是都不是很漂亮 所以我就剛剛聽起來 我就會很害怕 然後因為有的時候 工作壓力大的時候 也會有痴症 然後我就會想說 這感覺好像就是 好像很難 就是從表象的東西先 就是去發掘有這件事情 不過健檢現在還蠻 蠻普及的 我覺得好像有一種逃避的心態 就是尤其是像我的腸胃 其實一直都很不好的狀態之下 我就很 大家都做個分辨前血檢查 我剛剛聽妳講 所以我才說很恐怖 然後我得病以後 我的朋友每個都來問我 那我的建議就是 叫他們去做健康檢查 可是大概 八成以上的都說不敢 對 我說不敢面對 你要相信我們的經驗 沒有 因為現在大家都是做無痛的 其實你說無痛打下去 你就衛進跟大腸一起做就好了 我在節目中講過 因為我們都是秀場的 我就是看了 他租大哥 賀大哥 養大哥 你看那個什麼檢查這些 陸陸續續 台灣有這個病 就是靠這些人代言的 你知道嗎 就是你看一連串爆發很多 我那時候就每年去做檢查 也是有點害怕 後來 現在都不麻醉直接好了 我後來發現 真的很多女生逃避檢查 你怎麼跟一輩子 那個我想要補充一下 就是其實排便習慣 因為女生就是 其實MC來的前後 他們都會有 就比如說拉肚子 便利也好 所以比較難去 對 就是有這個排便習慣 那我自己個人呢 那我是 其實那個時候大便 就是變成比較 水 怎麼講呢 就是 稀稀的 有黏液吧 應該黏黏的吧 對 你當中是有改變什麼 它下面有血而已 其實我是還好 我並沒有改變排泄的習慣 只是說 我出血量很大 是不是因為比較靠 靠底下 才會出血量這麼大 其實我還好啦 我是大概靠近 離肛門大概有40來公分 那應該是你的腫瘤 那個表皮 剛好被大便磨到在流血 我也是這樣 對 我切除了大概14公分 因為前後來有個距離 你腫瘤假設只有3公分 我們前後來留大概6公分的距離 所以加起來就變 好像加起來變15公分 前6後6 前前後開一次 開兩次就很衰 開兩次為什麼 沒有我第二次那個應該是腸瘤 它有腸瘤黏阻塞了 對 而且我還發現有一個問題 就其實我跟像楊大哥 我們都是本身都是比較 就是愛運動 然後吃的東西也都是很正常 然後 就是生活都其實也正常 然後家族方面基因也是沒有的 所以說我們為什麼會去得大腸癌 不是 這個就是這樣子 對 因為其實大家在講說 癌症基因跟環境 像那個大腸癌大家認為 基因的因素只占20% 環境只占80% 可是你會覺得有很多大腸癌是偶發性的 就是家族裡面通通都沒有 可是你就突然間發作了 那時候大家會把它歸應成環境 可是我們在講環境的時候 又覺得說你生活習慣好像很好 完全找不到有什麼危險的因子 這個就是我們常常在講 有時候就是命 真的是不知道 或者是說其實你有附入在一些 很奇怪的環境下 只是你自己不知道 像有一些游離輻射 是你自己不知道的 而且有時候你愛吃某種東西 你以為那個東西是很安全的 其實那個是家公司 你根本就不知道 那其實以大腸癌來說的話 如果說先天的話 當然基因有關係 所以我們會希望你注意說 譬如說你是 或者是說你有一些 我們叫做遺傳性的一些 大腸的喜悠症 或者是一些遺傳性的 大腸的病變的話 那這一類的人 你基因上面 會產生癌症的機率就比較多 那也許這個 我們平常不會知道 那知道的時候就會覺得 怎麼會突然是我這樣 那你就會覺得是命的關係 這些先天的東西 我們沒有辦法去控制 所以我們會希望我們 控制一些後天的環境因素 那當然就是像 肥胖不運動 然後再來就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高油低鮮的飲食 這一類的飲食就很容易大腸癌 那我之前有一個案例 他是一個60歲的阿公 然後他其實 我常常都講我們來自彰化 然後我們名產就是 控麻 然後他就是從年輕吃到了老 然後其實控麻 他就是我們講的動物性的油脂 他上面那一層就是非常的油膩 那他其實這樣吃到60幾歲的時候 就有點胖胖的 那還好是他有做定期健檢的習慣 所以他去定期健檢的時候 發現一顆一點多公分 切掉之後去送病理的檢查 發現是一個大概第一期的大腸癌 所以算很幸運 然後那時候也是開刀完也不用化療 後來我覺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 這個案例是因為 他現在已經80幾歲了 身體非常的硬朗 然後他說他其實就是從60幾歲 那時候開刀完之後 他就改變他的飲食習慣 那把飲食習慣變成是低牛高鮮 那他說他分享一個 就是我覺得還蠻可以分享的觀眾 他每天至少吃20種 20個種類的蔬果 譬如說種類或者是食物 就是你要廣泛 你不要就是一直吃控嘛 你就是要廣泛的去攝取你的營養素 那他每天就是要吃到20種 譬如說我飯然後青菜 可能就是加起來 然後有大蒜洋蔥 這樣子一盤菜可能就五種 那他每天就吃20種 那我們其實國劍局也希望說 大家就是現在要 如果說你是兒童的話 每天要吃到5份的蔬果 然後如果是女性就7份 男性就9份 那我覺得比較值得鼓勵的就是說 他真的就是透過這樣的飲食控制 他到現在80歲了 身體還非常硬 那他也是定期的在做最重 那也沒有負拔 他油脂的東西 或者是油炸的東西 不要吃 他油這個東西 到底是在什麼樣的程度 或是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我可以回復你一下 當你精緻的油 油有煉過之後有沒有 它就會變性 變性之後 它本身就是一個致癌物 另外一個人家常常會說 為什麼吃肉容易得到大腸癌 是因為肉裡面 還很多的飽和脂肪酸 而且飽和脂肪酸 但你沒有被完全吸收的時候 你到大腸的時候 大腸癌有很多的細菌 細菌跟到飽和脂肪酸 一作用之後就會產生致癌物 所以吃紅肉 會比較容易得大腸癌 就是正確的 所以可以改適一些植物性的油脂 我們不可能沒有油脂 所以改適一些植物油 也許是比較簡單 或白肉 或白肉 我有個60歲的那個男性病患 他來門診 主要是說他有接受國健局的 50到74歲的大便前學檢查 後來得到陽性 通常陽性很多人都在否決 就不想要做大腸癌 於是我們都會有一個個管師 打電話去約掐 你現在大便陽性你要來 要來做看門診 然後還幫你約好門診 但是目前據統計 三成的病患還是不理會 甚至我曾經還拿到一個名單 說十幾個病人 我要一個醫生去打電話去 勸病人來做大腸癌 真的 回歸到那個病人 60歲 他就是因為大便前學陽性 後來個管師勸了很久 一個多月把他勸來門診 我就說他請我來幫他安排大腸癌 我就問你他說 你有沒有什麼風險因子 他說他有抽菸有喝酒 我說好 然後我說那你為什麼常常不來做 他說他因為他有痔瘡 他覺得這個很正常 就會有這個前學陽性 然後他重點是怕痛的 後來我們就還是勸他做 幫他做個無痛麻醉 後來就意外的就發現說 他真的在這個直腸 一個胰狀結腸 剛剛有一個胰狀結腸的地方 有一個早期的癌 後來我們就請他安排注意 用大腸癌的方式就直接切除 只要你的癌症吃得不夠深 一點點的話都可以早點切除 而且切完之後也不用開刀 也不用化療 五年存活力應該是百分之百 因為就好了 所以你看到沒有 長癌症還有命 有的癌症長的位置跟位置 對不對 很重要 完全沒症狀 有的長在那個地方 根本研究得很難 也有一個比較不好的一個阿姨 應該說大姐 她差不多50歲 她是因為體重下降 在兩個月裡面 下降差不多四 五公斤 然後比較虛弱 偷暈 然後她其實平常都不太看醫生 是一個歌友會的一個 國漾很會唱歌的人 歌友會 她從來不覺得說 她自己會生病 但是她瘦下來了 然後是因為她的歌友 那些好姐妹們 勸她來看醫生的 然後她看了我之後 她的抽血 我怕她抽完血 我就想說人還好好的 我就放她回去了 結果我們想到 那個檢驗報告出來 血游數只剩下5 5的話正常人是12 13以上 我就說我趕快打電話 就趕快勸她趕快過來 我說你要來急診 可能要來輸血 然後做檢查 然後她說一個正常人 可以跟你講話 然後血游數只剩5 通常她都是個慢性的 慢性的慢慢地出血 這樣的病人我們更要 而且有體重減輕 我們更要擔心是不是有癌症 所以進來住院之後 除了輸血之外 馬上就做這個電腦斷層 後來也確定是在這個 胰狀接腦那邊有腫瘤 但是她比較運氣差一點點 是她算是第三期 我們有去做類似鏡去看 她的腫瘤已經比較大 而且吃得比較深 外科醫師開到下來 就是有淋巴血轉移的問題 就是要開刀加化療 但是她現在來看我過得很好 化療效果很好 所以她又很活躍 她是鄧麗君哥有會的 非常好 所以就記住 剛剛醫師有講的 你的心情非常重要 對 很開心 他很開心 有的覺得 妍嫻其實心情要保持 還是要保持 有啊 我很超開心 可是看你還要快哭了 對 她這邊其實也是要問一些 但是我們醫師講的 是也比較實情 但是一切還是跟心情而已 跟心情非常非常有關係 那楊麗大哥 你什麼時候診斷大腸癌的 診斷 診斷 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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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齡不能講 對 那你的 但是13 我是在 對啦 我是在12年前 對 但是你的年紀 診斷的那個年 減掉10歲 你的兒子那個時候 就要開始檢查大腸癌 就你說 進行 對 那是一個危險因子 你得病的那一年 把它當作基準點 然後減掉10歲 好 我們現在講 假設他是45歲的話 他小孩做 30歲就要檢查 聽清楚關部也要聽 不是針對 對啦 那我想我還20歲就要檢查 那如果說一般人的話 就是 40歲以上 其實就可以做大腸癌的檢查了 我學弟20幾歲的時候 我們還在當住院醫生訓練的時候 就是 大家打羽毛球 覺得你很健康 幹嘛 幹嘛 然後他說大便有血 我們都要消他 你就痔瘡 沒關係 什麼的 然後搞了半年以後 有一天 他總不來了 想說奇怪了 這學弟怎麼後來都不來運動 平常都被他電得很慘 後來才知道 原來他大腸癌第四期 然後他嚇個半死 然後 那時候我們就突然意識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其實 其實你在不做檢查的狀態下面 其實你很難知道這件事情 到底是痔瘡 還是真的是大腸癌這件事情 而且我們常常有患者來跟我說 我今年還沒50歲 我怎麼可能得到大腸癌呢 我這個國健署說50歲才開始篩檢 50歲才開始篩檢 是說你沒有症狀的話 你50歲要開始做檢查 你沒有症狀的話 但是你whatever你幾歲呢 你今天16歲有症狀 你18歲有症狀 你20歲有症狀 你就來做檢查 那我一定要講檢查的重要性 這個我患者就會很可愛來 叫我摸他肚子 走一時你再摸一下 再給他再多摸兩下 再摸三下 說你要幹嘛 你沒有摸掌心 我怎麼知道啊 不可惜 你摸不到 你摸得太多了 摸得太多了 摸得不摸得太多了 不可能摸得出來 就是要做檢查 我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 為什麼要深刻 我們就 我接到我同學 就說學歷第四期了 然後我就心裡很難過 想一想 結果隔天上廁所的結攤血 嚇到嚇死了 蹲在馬桶上騎過來 我就要去做大腸鏡檢查 然後我想說好 就做就在做 我也是醫生嘛 怕什麼 我就上網去查 發現網路上寫了 超級可怕 什麼管子從肛門口進去 90到120公分 什麼痛不立身的大腸鏡體驗 人生最神奇的 最刺激的體驗 什麼大腸鏡 網路上你真的去Google 他其實來寫的都是那些 做的經驗很差 其實現在做大腸鏡的狀況 對啊 你睡一覺起來就 睡一覺起來 有時候你起來 為什麼還沒做 不是早就做了 你就是我 其實是做完了 沒有感覺的 就算你沒有錢做無痛的 現在比較有良心的 做大腸鏡的意思 他速前也會幫你打一支 類似正面的東西 所以打下去做也是很快的 其實我們現在做技術都進步 像我們現在胃腸科 胃腸肝的時候 我們做最多的就是大腸鏡 就大家都怕 我們每天都在做 一個月要做100支大腸鏡 我們每天都要幫病人做大腸鏡 我想稍微做一個小小的結論 就是我們目前現行 所有的檢查 大概都在這個手板裡面 我們剛剛有推說 像糞便前協檢查 其實它是一個很好的檢查 因為你只要留了糞便 做檢查就可以了 如果你做糞便前協檢查 有抓出有什麼問題 然後再接受 進一步的治療或檢查的話 你平均可以降低 百分之18到33的 那個癌症死亡率 所以它是一個簡單 然後又無痛 然後又可以當作一個篩檢的工具 所以糞便前協是會讓你提早發現 有或沒有 當然如果糞便前協檢查 有問題的話 你還是要做進一步的檢查 那我們當然有下消化道的 背劑攝影檢查 那個是一個輔佐 就是你可能灌了背劑之後 看看腸子有沒有什麼問題 剛剛我們家醫師也有提到說 因為乙狀結腸跟直腸 是最容易發生大腸癌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不想要做大腸鏡檢查 你也可以做短一點點的 乙狀結腸鏡檢查 就不用伸得那麼深 那這樣子的檢查其實也可以 會先排除掉最容易發生腫瘤的區塊 那當然最終極的就是大腸鏡檢查 以前大家真的很害怕 因為如果沒有睡著的狀況之下 你可能覺得那是個很痛苦的經驗 但是現在有很多方式 因為我們知道國人的大腸癌很多 所以各個醫生 大家都有幫各位患者想 要怎樣才能夠減輕做檢查的痛苦 其實還有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就是說 今天你如果今天真的不願意 國劍局一直要你去大便 你覺得去外面大便裝給你看 你覺得很難看 其實像有賣一種KIT 它就是一個小片的柿子 你只要大便完之後你丟進去 它打個證 就是說潛血請去做檢查 那也可以 對 那另外一個方法就是說 因為大腸鏡 假設你真的真的真的不能克服的話 因為有個好處是說 不是說有個好處是說 絕大多數的大腸癌都是由息肉 跑到大腸癌的 那現在有一種抽血的方法 可以驗出來你有沒有大腸息肉 你只要抽血就可以了 所以他一直告訴你說 如果你抽血告訴你說 你非常有可能大腸息肉 你再去做大腸劑 這我準確是百分之九十幾 就不用每次去做大腸劑了 但是這個就是通常是要 像瓜哥這種人 他有辦法去做這個 不會啊 對 對 就是抽血去檢查 你有沒有大腸息肉 如果你有再去做大腸劑 四十歲的男性 然後他來是因為即將要結婚 然後老婆叫他來看 看什麼 看皮膚科 因為他的手指就是一直脫皮 那男生覺得這個沒什麼 只是比較麻煩 有時候脫皮的地方 你血字握了會痛 叉叉要又會好 很反覆 可是因為要結婚嘛 然後老婆就說戴戒指這樣不好看 因為他脫皮到這個整個是紅腫 其實有點看到肉這樣 其實有點嚴重 像富貴手 好嚴重 像富貴手 但是很特別是只有在食指 對嘛 一般就是那個洗 有的人過敏 富貴手洗都沒有 每一次都沒有 那他比較特別就是說 他當然是去幹過皮膚科 然後吃藥也會有效 擦藥也會有效 可是不能停藥 一停他就整個又大脫皮 那我們就說那你這個富貴手 然後這個身體要多修養什麼的 然後他就說可是他發現 每次都只有第二根手指頭 那只要病人說 只要特定部位 中心會往筋骨的方向去想 因為食指就是有十二條筋骨嘛 對 然後說我們會說這個是肺筋 然後大腸 心包筋 或者是其他的筋骨這樣子 所以第二個手指是 第二個手指是大腸的筋骨 那我們先懷疑是不是大腸的問題 就是說排便習慣有沒有改變 他說還好啦 反正生活緊張 有時候便秘 有時候拉肚子 都會 我聽一聽好像也正常 那接下來把脈呢 中醫左手跟右手的脈像不一樣 左手是看心臟 然後肝臟 然後右手是看肺臟跟腸胃 對 然後拔起來 腸胃的脈像特別的不一樣 那如果腸腹裡面腸胃脈像不一樣 然後肌肉又符合 那在中醫來講它還是有意義的 所以我們就會幫他拔 所謂癌症的脈像 癌症的脈像它是一種就是非常急促 它的免疫力非常非常過度 症氣比較虛弱 邪氣很旺盛的脈像 結果拔出在腸胃部分有這種邪氣 我就會建議他要做做大腸鏡 他說那裡40歲嘛 家族史是沒有 可是就做做看 最後因為老婆在旁邊就說 那你給我去做個婚前健康檢查 就做了 可惜育後不好 因為他在乙狀結腸的位置很低 長得不好 長得不好 而且就是整個開完刀之後 必須做個人工肛門的罩口 就是潑素 因為他這樣才能夠切得乾淨 還是初期 對 初期 可是因為位子 後來他太太有嫁給他嗎 有 是真的有 其實不可能因為這樣子 而且他們是知道這件事之後 把婚期延期 然後後來還是有結尾 可是他一輩子而已 如果是在很低的地方的話 那可能有些人工肛門 是要一輩子的 但是沒有辦法 我們之前有六幾歲的男性病人 他大腸癌開刀這樣子 大腸癌開刀 大家都知道是大事情嘛 可是他發現的不算很晚期 所以開刀整個過程都很順利 那十幾天呢 我們拆線也拆完了 然後覺得要恢復得很好 進食的也不錯 我們就回家了 我一直都記得那個 其實是在過年之前開的刀 然後我們終於可以回家過年 我們就覺得很開心 然後就歡送他這樣子 那回去之後 大概我記得是年初三年初四 他就被送回來 然後肚子非常的痛 然後有嚴重敗血症的狀況進來這樣 結果進來了以後 我們反正開刀再進去看的時候 發現說在我們銜接處的附近 破裂有很大的洞 那我們後來就有詢問家屬 才知道說他可能回去太開心了 而且整個過程都還滿順利的 所以他回去之後 真的比平常的人 還暴飲暴食了好幾倍 什麼年糕 他就吃 然後我 那早上應該留到過年後會 對啊 他其實來就滿極端的人 然後就是訴前什麼 他真熟了以後都自己很客氣 可是就訴後就大解放這樣 所以我們從此之後 這個病人 就是他本來是很順利的一個刀演 不需要人工肛門的 可是因為他這樣子 一個父母演的狀況 就真的得拉人工肛門 然後住家或病房 然後之後還要關起來 就等於說一個刀 變成要開傘子 有一天就有一個伯伯來 然後他是 我要叫他的名字 他從椅子他站不起來 需要人家再拉起來 然後我看完整了之後呢 再讓他站起來 他就是要起身的動作沒有辦法 就是肌肉都沒有力氣 然後會痠痛這樣子 然後再仔細看他的臉呢 他的臉眼皮上面有點紫斑 手的背後有一點紫斑 這個病很少見 但是這個斑再加上沒有力氣 你就要小心 他是不是皮肌炎 那這是一個 一個跟免疫系統有關的病症 那這個病症除了要治療 後來我們就幫他抽血 就發現他的肌肉發現指數是高的 然後再做一些免疫的檢查 就發現他真是這個病 除了治療這個病之外 還要去查 因為這個皮肌炎 跟很多的癌症有關 所以還要去查 後來就發現這個伯伯 他還有大腸癌 那除了大腸癌 像肺癌 肝癌 還有一些女生的一些癌症 都跟這個症狀有關係 就是如果以今天的大便習慣改變 如果伴有其他幾個很重要的症狀 比如說這個大便減完之後 他可能衝的時候 可能會有血絲讓散開 那尤其是在老人家 我們常會問一個 就是他有沒有犯罪的 最近體重明顯減輕 他不是刻意在 不是刻意節食 不是刻意減肥 但是他大便習慣改變 然後他不用減輕的話 那這個其實在老人家 大腸病變的機會相對就高了 我們碰到一個老先生 他其實年紀比較大 他年輕的時候大便習慣都很正常的 年紀比較大之後開始就有便秘 便秘到有時候真的是會硬到 有時候會在我們叫腮部 其實醫師如果說看到一個病患 說大便卡住 他基本上其實沒有什麼壓力 只是不喜歡這種病患而已 他只要挖一挖 病患很快就可以得到症狀的緩解 也改善之後就馬上就說 或者病患通宰也會很感謝醫師 那老先生大概在半年內 他大概好幾次因為這種大便解不出來 甚至有時候卡住掛急診室 那醫師也建議他去看腸瘀科門診 他也去看 在門診也常常在用一些軟便劑 可是因為他在半年內來過好幾次 醫師也是看過之後 就發現這個老先生其實看起來就越來越瘦 看起來到後來一次來的時候 就發現很明顯消瘦 而且營養狀況不是很好 所以就問就說 其實我說老先生也沒去看腸瘀科門診 家屬就說有啊 醫師也沒建議做檢查 他說醫師建議做大腸鏡 可是老先生年紀比較大 醫師就講了很多大腸鏡的一些風險 可能包括傳孔 包括什麼 他們就不敢做 就不敢做 那這次又來之後發現這個狀況不好 所以醫師說如果你不考慮怕 怕大腸鏡的檢查這個風險的話 那我們今天就幫你安排著電腦斷層看看 老先生畢竟看起來是需要做進一步檢查的 結果後來電腦一照完之後 其實發現他除了大便 很多的一個素便留在大腸內之外 他有很長的一段大腸 他的腸臂是明顯變厚的 所以大腸的管腔有一段 大概兩三公分有一段 所以變得很狹窄 所以從這個病史看起來 從病程病史看起來 再加上他的影像有變化 醫生大概就認為他是一個大腸癌 所以那個時候 因為老先生年紀比較大 所以現在跟他的子女解釋完之後 家屬後來考慮說他們因為年紀大 他們也並沒有考慮用手術治療的方式 所以他們說要回去討論 所以就離開了 後來他們是用什麼治療 我們就不知道 不過看起來如果他這種情況 應該就是大腸癌的默契 所以如果是半年前 如果你一開始的時候 如果你盡早聽從醫師的建議 其實也不是只有大腸鏡 大腸鏡你不喜歡 如果你真的很擔心 其實很多替代檢查 包括我們的下腸到背肌攝影 或許電腦斷層 有時候也是一個考量之一 不一定是最好 大腸鏡是最清楚的 最直接的 他就是進去看你腸子 可是老人家有時候確實是 比較擔心大腸鏡的一些 或許不舒服 不讓他睡著 這個是無痛 無痛的可以 而且睡得很舒服 你本來沒有睡得這麼好破 不是在航地上 他這樣不是都被看光光完 都睡著了 不是 重點是你睡那兩個小時 你會覺得你睡了一輩子 你會覺得你睡眠的那個 深層的睡覺 他其實不用兩個小時 大概15分鐘到半個小時 三十七起來的時候 已經兩個小時了 對 因為他要把我推回床 笑不了 我想說 你做了什麼事情 不是 因為你會很昏迷 他要把我推回床上 然後我就睡了兩個小時 可是我起床就會睡了一輩子 所以你沒照過 你沒照過常慰心啊 沒有 因為我一直覺得好可怕 妳說怕大家看光光 可是就很怕 就是怕怕醫生 如果什麼欺負你怎麼辦 因為他會不會 我怕你欺負他耶 你 他也要伸進去 你自己要多怕病患嗎 你們會吃不病患嗎 怎麼可能 那旁邊還有護士小姐 還有麻症科醫師很多人 不是只有我們一個人 三十七 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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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啦 我之前在門診當碰到患者 是一個年輕的上班族群 他才30多歲 一個年輕男生 他一開始的症狀是 他有一天晚上突然 半夜肚子痛 就肚子很痛很痛 然後就去跑廁所 那解除他的便 有看到血便 他就很擔心說不對 他就趕快LINE他的朋友問 朋友跟他說 大概就是症狀啦 就是鮮血便嘛 然後你就平常 他有時候便秘 壓力大就變腹瀉 所以他腸胃一直不是很順暢 不是很OK 可是這個現象發生過一次 發生過兩次 他就半夜又是肚子痛 去解又有血便 現在很多人都會在臉書上 問臉書大神嘛 所以他就問了 他就PO一個說 如果長期便秘 那排病有點鮮血疏 也很正常的 結果隔天早上得到很多個讚 沒有人告訴他該怎麼辦 因為其實我說 我要強調就是說 你要臉書大神 你要問可以 你的陣容要夠堅強 你要有很多類型的朋友 給你一些正確的回饋 你得到讚之後 你還是不知道要怎麼辦 到我這邊我聽了 我說如果說是痔瘡的話 你不會半夜肚子痛 你這觀念很不對 我說會半夜肚子痛 然後你解血便 要趕快來做檢查 要趕快來做檢查 就到醫院去檢查 他就是發現說 其實他的大腸有一段 就我們很典型的叫 那是一種免疫性的疾病 那現在這種疾病越來越多 可能有人是因為說 我們大腸進的檢查 也普及了嘛 那這是免疫性的 有人是因為抗生素用多了 免疫功能失調 或是說可能腸內菌 腸內菌的不正常 也會導致這種免疫系統問題 這個要吃藥 吃一些免疫之劑 才可以把這個症狀控制住 其實大腸癌最怕的 除了抽菸是一個重要因子以外 再來就是所謂的過油 跟高糖分的這個飲食 我先用一個例子 就是70歲的一個伯伯 那他是最近就是排便習慣改變 然後就是 大便也感覺有前學反應 結果一檢查大腸進 就發現是大腸癌 那手術當然就做了這些手術 那重點是問他的飲食習慣 他從年輕 從小到大 他每一餐 一定要有肥肉 他可以吃五花肉 他可以吃全肥的肉 他就是不能吃瘦肉 所以他每餐 他一定要有肥肉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他其實心血管也不是那麼好 可是他就是沒有這樣就不行 然後這個東西 為什麼有人會 還是會覺得有點疑惑就是說 為什麼過度的脂肪 會容易造成這一種 就是說大腸癌的這個問題 就是說一般 比如說你的 人的脂肪代謝是靠你的膽汁 肝臟分泌的膽汁 假如說你這個人 一天只能消化代謝100克的脂肪 你的膽汁的量 只能消化100克的脂肪 結果你給他吃了300克的脂肪 進肚子 你是不是會有200克 會根本沒辦法好好去代謝 對不對 沒辦法代謝之後 他跑到腸道 他就會產生很多自由基 那自由基當然有好有壞 可是有蠻多脂肪 相應沒有代謝產生的 自由基是不好的 那他就會導致癌變 然後另外一個還有提到 剛才高糖分 現在為什麼沒有提 因為其實在這兩三年來 營糧學有大幅度的一個改變 結果後來他們有做動物實驗 就是說當你餵一群老鼠 是高糖分的東西 跟一群是沒有的時候 你餵那一群高糖分的老鼠 它的內臟的一些細胞 老化得比較快 那因為老化快的時候 其實老化某一種程度 就是容易引發癌變 所以現在也發現很多癌症 跟過度高糖分的東西 會有關 所以反過來講 如果你是大腸癌開完 而且你有糖尿病 你血糖沒有好好控制 其實我有兩三個案例 因為 對 所以高油跟高糖分 這個要小心 像是我媽媽 就是已經中風十幾年了 然後都一直躺在床上 然後後來有一天 在去年十月的時候 她就開始覺得 為什麼我爸為他吃東西 或者是怎麼樣 她都吃不下去 都一直在吐 然後我們就想說 那可能是胃那邊 可能發生什麼問題了 然後我們就趕快去藥房那些 然後就是買胃藥來給她吃 結果後來稍微好了一點之後 又來了 可能就是一餐沒有吐之後 又開始一直吐 一直狂吐 然後後來我們想說不行了 就是大概三天左右 我們都給她試過了 但是都一樣都沒有好轉 我們就把她送到醫院 就是急診到醫院裡面去 然後送到急診也是一樣 那個醫生他也是說 你這個可能就是胃的問題 可是我們現在人有點多 不然這樣好了 我先幫你們安排住院 然後我們再排 那個胃鏡的時間這樣子 後來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剛好有一個 比較資深的主任醫師 就經過還是什麼 他就來問一下我媽的狀況 然後我們就有跟他講說 他吃東西一直吐 然後給他吃藥 也都沒有好轉這樣 然後他就摸摸他的肚子 他說 你這個應該 可能要趕快先 再做進一步的檢查 要趕快照相什麼什麼的 然後結果一照 不得了了 他說你這個 你這個已經是裡面有一個 很大的那個瘤 長在你的腸子 你是 然後我們就說 末期大腸癌 是不是好突然喔 從胃然後變成 大腸癌末期耶 而且現在要緊急送到手術房去開刀 他說 你如果現在不立馬開刀的話 你這個東西 你沒有辦法吃 也沒有辦法排泄 你就是等著這幾天 就是體力完 你可能就 沒有辦法維持生命 所以要立即趕快開刀 把那個瘤至少先拿出來 他說那個瘤是大到 已經堵住整個腸子 那一天當天就立即開刀 然後醫生就跟我們講說 那我媽媽這個發現 然後可能就只剩半年的時間這樣子 那做這個緊急的手術 也只是讓他可以暫時維持生命這樣 然後後來呢 就是從十月二號那時候開刀 到後來其實沒有到半年 我媽媽就有一天就是 就是在一月底的時候就這樣走了 對啊 而且那時候其實醫生還跟我們講說 你們要趕快就是幫 看你們家裡環境還OK 所以你可能就是不用到安寧病房 你就是在家照顧病人這樣子 然後那他到後期的時候 他可能會很痛苦 因為他會很痛 可能要到打馬飛 或者是一些機器 要維持住他的生命 那個醫院才有 那你留在家裡怎麼辦 對啊 我們那時候都去借好了 我們買了一個那個就是 可以就是起來的床 就跟醫院一樣的 就安寧的東西 對 然後還有氧氣機 你發現了這麼突然 很突然 可是我們就只好安慰自己說 至少我媽媽後來 沒有像醫生說的 因為他是已經整個擴散 腹膜炎 然後到肝到什麼 他說他眼睛會變黃 然後整個身體會很痛 裡面的東西就是 都會讓他不知道 已經是哪裡在痛 然後他會很痛苦這樣 那還好 然後最後他至少沒有很痛苦 只是有真的滿突然就走 其實這兩個病人他就這樣子 他獨居 不過他沒有很老 他十幾歲 他是跟他太太離婚 他有一次就到急診室去 就說他肚子很痛 然後急診室的那個醫師就照慰我們 他一開始不想照慰我們 因為一開始急診室醫師 覺得他只是很單純的腸胃眼淚 他抽血量有一次高 可是他說病人一直在叫肚子痛 所以他說會不會是腸子中風 叫我們下去看 我就下去看 我就想說 也不像啊 肚子裡面也沒有附水啊 然後我就看那個中原人 然後其實 手腳也都很好 可是身體就很髒啊 看起來就是不太注重衛生的人 但是我就覺得說 他是不是只是想住院而已 我也覺得他沒這麼嚴重 我也覺得他只是單純的腸胃眼而已 他就說 我就說你有什麼症狀 他就說他有結一些大便啊 一直在拉肚子啊 都有黏液啊 我說這聽起來就像腸胃眼啊 那他為什麼肚子會這麼痛呢 因為一般腸胃眼雖然肚子會痛 但是也不會 痛到像他講的那樣子 我一摸他就叫痛 可是摸起來肚子又軟軟的 又不像腹膜炎的樣子 我還甚至為了這台 去幫他切電腦斷層 都沒看到什麼 我想說 可是他一直在叫痛 我還是不敢把他放回去嘛 我就說好啦 就當作 看他這麼想住 就當作交個朋友好了 好啦 沒事 剛剛說打第五天 第六天的時候就好了 我想說很正常 你本來就沒什麼事就回家了 結果兩個禮拜之後 就是回家第一次門診的時候 也沒怎樣嘛 結果兩個禮拜之後 他又去急診了 因為他上次住我的地方 所以急診室醫師就直接call我 說江醫師不好意思 你有個病人 上次才剛出院多久有沒有 又來我們急診室了 又在那邊叫肚子痛 白酒又高起來了 這次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連續兩次嘛 就下去 我就把他再收上來 這次我就沒有懷疑他是假的 我想說 才剛出院就在騙我這樣子 對 因為 對 應該會隔一段時間再來錄 我應該不會這麼快 我就再下去 我就說上來 這次我就覺得真的很奇怪 我就跟他做大腸鏡 就發現大腸鏡 真的有一節一節的潰瘍 後來我就請他們切片 真的是克隆士病 然後結果診斷出來 因為那個診斷出來還滿驕傲的 就開始給他吃那個免疫抑制劑 也都還滿好的 可是吃那些免疫抑制會有一些副作用 病人吃一次就不想吃 所以他的癌症非常不好 就是說 我可能一天叫他吃三次 他可能一天就只有吃一次 或是三天吃一次 所以後來他中間還反復發作過好幾次 有一次才因為這樣子 小腸真的破掉來開刀 事實上他真的很厲害 小腸破掉 我總共幫他開過三次刀 最後越開越黏你知道嗎 第三次開進去的時候 真的已經沒辦法再接了 我就把他拉出來做個人工鋼門 就是小腸的尾道 我就把他拉做個人工鋼門 他底下就是剩下大腸 可是已經不會有大便了 他就這樣子過了大概半年 都沒事 都相案無事 結果有一次他又回來我門診 就說他怎麼最近開始解那個大便 會有一些 黏液啊 還有一些血 從他鋼門就流出來 但是我覺得很怪 因為他理論上應該已經沒有大便了 他已經拉成功鋼門出來了對不對 吃的東西也不會經過這邊 他怎麼還會血變還會黏液 我聽得也是還滿毛的 我又再幫他做一次大腸鏡 結果底下真的已經大腸癌了 他真的有一個在移重前上那邊 第二期所以又繼續開了 所以來說這種病就是 以前啦 以前真的話你可能真的是貧運器 但是現在的話是真的有藥可以移 他們腸道如果沒有好會老化 對 腸臨超標的話 小心有大腸癌 民眾愛吃什麼什麼改善 腸臨老化 受腸表現還是以便秘 或是說你吃東西的時候 那個大便都是稀稀的 或是便秘表現 那我最近碰到一位門診的病人 他都70歲左右 然後他來看病 主要是說他有 他平常都不太會便秘 偶爾而已便秘 然後他來看病 就是說他已經連續七天來都便秘 他發現他受不了了 他沒辦法 然後 肚子看起來就是非常的大 然後摸得硬硬的 然後他說我受不了 但是我以前有做過大腸鏡 我用過很厲害的腺藥 馬上就可以拉出來了 所以這次醫生 你可不可以開這個腺藥給我 我幫你拉拉我就好 我就摸肚子不對 然後他就照X光 看起來他的X光 整個肚子就是脹氣 然後很多大便 我說 然後我又幫他抽血 看他血紅素有偏低 就有皮血 有皮血加上脹氣 然後有算阻塞 立刻懷疑大腸來 當然我還是跟他建議說 你應該要住院做檢查 但他說不用啦不用啦 我常常沒看過醫生的 我只要用蟹藥給我就好 我說好我就給他開 那種最強的蟹藥 做大腸鏡 一般只要吃兩次 就可以把大腸清乾淨的蟹藥 結果他說你明天再加回來 結果他吃完 明天躺在 他就躺在我們等候室這樣趴著 因為他說他吃完之後 不僅僅大便 不便更脹 而且還吐了壞七八糟 對 因為根本就搭不出來 後來就發現說 我們就趕快縮進來住院 就發現說原來他真的是 在職場那個 在胰中前快到職場那一段 長腫瘤 完全塞住了 所以你再怎麼清腸 再怎麼去拉都出不來 後來也是開刀 暫時在那個大腸開個口 那暫時把它說宣洩 才有辦法 所以這種便秘 有時候是大腸癌的一個表現 那最近蠻紅的就是說 我們這個台灣鳥在做 這個腸子年齡的這個調查 那我們就是引用 這個日本人的 日本教授的長齡調查 那其實生理上來講 我們的腸子蠕動 是會有可能因為老化變慢 但是裡面的長齡膜消化吸收 應該是還好 所以他這個長齡調查的 那個檢測表 給大家評分 那這個日本教授很特別 因為日本人喜歡說 生活習慣病 很多東西都是生活習慣來的 所以他不只是 他分三個下面項 一個是飲食習慣去評分 一個是排便情況去評分 一個是生活狀況 那個情緒評分 你看譬如說 他總共有26個分數點 那太多了 我舉兩個例子 譬如說飲食習慣 你會說你喜歡吃肉嗎 我看全場應該都舉手 一週外食四次 我也舉手 對 我覺得就至少兩分了 那當然還有其他的 譬如排便情況 如果大便是一顆一顆的 陽死便 那就是一分了 排便情況顏色深 也是一分 還有什麼 屁太臭啊 太吸啊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分數點 生活習慣 經常有壓力 在場每個人都壓力不小 再來臉色不佳 這個都有可能 所以這個日本說這個腸瘤 請各位民眾不要誤會 它不是實際的腸子年齡 我想我應該給它下一個標題 應該叫腸子的身心瘤 身心的一個生活習慣 跟心理的一個情況 所以它這個分數你加一加 如果你都沒有 恭喜你 你是非常健康的 但是如果你有 小於四分以下 你可能就已經長年 這個腸子的年齡 預計是差不多老五歲 而如果你26比有16 有16項 你可以預計是少30歲 但是這個都只是一個比喻 一個比喻 所以就是說 我們要從這些生活習慣 去做個改變 所以有興趣的話 還可以在網路上查一下 因為腸胃道的發炎 看看會得什麼病 未來大腸癌都來了 如果是我們一般講的腸躁症 譬如說壓力大 緊張引起的腸子發炎 像這種是比較不會 得到大腸癌 是比較不會 但是有一種疾病是 我們叫做發炎性胃腸疾病 發炎性胃腸炎 包含兩個 就是叫 像這種的話 它是真的在腸子裡面 因為免疫失調 有形成多潰瘍 這種就會形成所謂的大腸癌 實際上你說一般病患 實在是不知道 你怎麼知道 你自己的腸子發炎 是因為只是腸躁症 還是我們現在講 比較嚴重的症狀症 不太容易區分 如果自己知道就不用醫師 對啊 其實連醫生有時候 這樣聽不太出來 那個很難診斷 沒有 大致上就是從一些症狀 然後去描述 聽起來看起來好像不太尋常 我們就會請病患做檢查 然後譬如說做大腸癌檢查 我們之前就有碰到一個病患 她是29歲的女生 滿年輕的 她就是這樣子 就是 然後拉肚子 然後拉肚子頻率也不是很頻繁 肚子也不會痛 直到後來她是 大便出來 所以她覺得有點 帶點血絲 她覺得不太尋常來就診 就診像我們這種 只要是做糞便檢查 是有前血 或者是直接形容有出血 我們通常還是會建議 她做大腸鏡檢查 像她檢查進去的時候 就發現整個大腸是正常的 但是她到了盲腸的地方 跟小腸交際的地方 就看到幾個潰瘍 我們幫她做切片 切片出來的話 就懷疑是這個克隆氏症 克隆氏症就是一個 比較厲害的發炎性的疾病 這種克隆氏症是 我們要知道這個克隆氏症 它不是只有在大腸 它在小腸 整個從嘴巴一直到食道 到小腸 都有可能有克隆氏症 我們檢查大腸鏡 只能檢查到大腸 所以我們就建議她做 膠囊內視劑 就是我們之前節目中有提到 就是用吞的 吞下去有一個攝影機 這樣一直看整個小腸 後來在小腸的尾端 就靠近大腸的地方 30公分的地方 發現都是大大小小的潰瘍 大大小小的潰瘍 然後我們就建議她說 你這個應該要做小腸鏡 進去裡面檢查 甚至做切片 她有聽我們的建議 然後做了小腸鏡 就是也是一樣 跟大腸鏡的做法一樣 做到大腸到盲腸的地方 大概伸進去到小腸 真的看到那些潰瘍 然後做了一些切片 切片出來的話 就發現是已經到了 癌前的病變 癌前的病變就發現 它已經分化得不是很好 像這樣的人 他的確有可能 他未來會有大腸癌的出現 我們跟他解釋完之後 他就很沮喪 他說雖然現在沒有癌症 但是你告訴我說 以後會得癌症 心裡就是 就覺得說好像每年要追蹤 他就是不希望這樣子 所以他說那我還是開刀 他就決定要開刀 開刀進去的時候 就找到那段有問題的地方 它本來是30公分 我們就多切一段 然後大腸的部分 也切掉一部分 那整個腸子拿下來 然後再仔細的再看一遍 發現其實 局部有些地方已經有的 已經是癌症病變 是這樣子 所以他決定是對的 對 那所以 其實要避免這個情況發生 像我們這個克隆施症 這個實際上有藥 他如果早一點發現的話 我們現在有一些藥物治療 他的這些發炎 或這些潰瘍 如果有癒合的話 他後來得到癌症機率 是可以降低的 之前就是有一個 五十幾歲的患者 也是一個女生 他年輕的時候就是 有時候便秘 有時候會腹泻 到大部分五十幾歲的時候 他就開始 突然就排便習慣改變 就開始一直長期的便秘 跟以前都不一樣 後來他又感覺特別容易疲勞 他就去看醫生 結果檢查以後發現 他有 那我就建議他說 你突然大便改變有貧血 應該要驗 就是糞便前血 或做個大場景 那當然他就消失了 他就再也沒有來 害怕 對 害怕 對 害怕 他就不見了這樣子 結果又過了一陣子以後 那時候我在醫院 就查房的時候遇到我 那個別的感染科同事 結果發現 那個病人居然住在 我感染科同事 已經住院了 病床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就問他說是怎麼回事 那個我的同事就跟我講說 他就是後來發高燒 然後在送到急診室抽血 發現他有 他血液裡面長了一種很特別的細菌 叫做 牛鏈球菌 牛鏈球菌是腸胃道一種很特殊的壞菌 那這個女生他就是便秘嘛 然後疲勞 肚子很脹 結果開始發燒以後 驗出牛鏈球菌 就住院打抗生素治療 牛鏈球菌我們腸胃科認為 它是一種 跟大腸癌有關的細菌 它的那個細菌的 那個細胞壁的表面 有一些抗擁會刺激大腸癌 容易長出癌症 所以我建議他說 你要做大腸鏡檢查 趁住院強迫它給它排一下 後來就有做出來 它其實 所以後來還好 它第二期而已嘛 就趕快就開刀治療 後來它就很順利 就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實際上說 你長期的便祕什麼的 其實有時候它很小小 其實麻跟痛 常常是身體給我們的警訊 就像剛剛這樣 可大可小的事情 有時候是很烏龍 但是我有一個病人 現在才一個50歲的一個女生 她就覺得她腳麻麻的 痛痛的 左腳 然後她就覺得說 陳醫師說 我要來找你看做骨神經痛 反正她斷定一條腿這樣 就是做骨神經痛 結果我們看那個痛跟麻的狀況 實在太奇怪了 因為不像一般 做骨神經痛的那個路徑 然後結果我們幫她 後來檢查了半天 其實她是大腸癌 合併脊椎跟肝臟同時轉 她完全沒有什麼排便 不舒服的症狀 這裡給大家一個觀念就是說 其實癌症它要比較清洗 它分兩種 一種是原地 它就一直清洗 一直擴散長很大就原地 另外一種是 它從很小的時候 它就很喜歡四處到處去流浪 所以它就是很慘的 就是長到這一種 它的大腸癌病罩 才大概2點多公分而已 可是它的肝臟那個脊椎已經都是 後來發現肺都還有懷疑的那個點 那就完全沒辦法開到 就是只能用化療跟標靶治療做處理 有一天就有一個45歲的男生來 然後他來的時候他太太很生氣 一臉就是要準備離婚那種臉這樣 很生氣 就是說你自己講 那男生很不舒服 他心跳很快 然後發高燒 然後就說我下面那邊有泡枕 對 然後其實通常泡枕不太會發燒 所以我說那你到那個某一床 我兔子脫下來我看 就真的在它的外陰部 屁股真的是有一堆的泡枕 就是水泡 然後有一些已經開始結痂了 然後它泡枕可能發得比較厲害 所以它旁邊還有整個紅熱腫 通向蜂窩性組織炎這樣子 哇 這麼嚴重 對 可是啊 我就說對這個真的是泡枕 然後他太太就更生氣 但是很奇怪喔 它的泡枕只長一邊 你把它中線分開 它只有在右邊喔 它左邊完全沒有 所以它比較像是 代狀性泡枕 而且它的分部 看起來就是一條 某一條神經的分部位置這樣 那代狀性泡枕 其實就是我們的水痘病毒 那它就 它不會完全殺光 殺乾淨喔 它會存在我們的神經節裡面 你免疫力差的時候 它就跑出來了 對 所以我們就幫這個 因為這個男生 他有合併那個蜂窩性組織炎發高燒 所以我們就幫他抽血 就發現哇 他白血球也很高 而且他貧血 所以我們就驗了一下大便 就大便真的有前血反應喔 所以在急診就先排了一個胃鏡 結果胃鏡沒事 那我們就住院 給他治療那個蜂窩性組織炎 那泡枕病毒就是 靠他的抵抗力我們搭配一些抗病毒的藥 但主要還是靠他的抵抗力 我們就排住院 就排住院的時候也就給他進食 然後就去做那個大腸鏡 結果大腸鏡發現 它居然是 再回去問他 你最近有什麼不一樣嗎 他就說 是有啦 我大便是沒有看到有血 也沒有什麼黑大便或紅大便 但是我的大小便 有時候會便祕 有時候大便出來的時候 它變得很細 然後大不乾淨的感覺 結果這個時候他太太本來一開始很生氣 以為他先生得性病 那這個時候他覺得很內疚 都沒有關心到先生 所以他們就開始面對大腸癌 來去治療大腸癌這個問題 所以就人在抵抗力低下的時候 有一些刺激性的感染就會跑出來 像那個胃爪 就是帶狀性炮展 就是一個常見的 所以我們每次看到帶狀性炮展的時候 都要想這個病人是不是太累了 抵抗力太差了 壓力太大 還是他有什麼東西讓他免疫力低下 譬如說癌症 糖尿病 洗腎這些等等 所以之前我們也是一個六十幾歲的阿公 他也來是看那個其他的毛病 結果我們就跳出來說 不好意思阿公你符合國健局 篩檢那個糞便缺缺鹹的那個 請你去篩檢一下 那他兒子陪他來 結果他出去的時候 他就跟他兒子講說 我常常都便祕 他們突然叫我驗大便 我現在又大不出來 回家之後 裝完之後又再送了 他覺得太麻煩 不然你去大一下好了 他叫他兒子去大便 他就說好 算了 他兒子就說 剛好也想大便 就去裝一下 就送去 就當作他爸爸的簡訊就送去 可以這樣 對 就送出去的時候 竟然糞便全血反應是有的 後來就寄報告 寄到他家裡去 家裡去說某某某先生 你那天來我們醫院檢查的 那個糞便全血反應是有血的 請你回來做大腸鏡 他爸爸說這不是我的 他就跟他兒子講 他兒子說奇怪 那天是我的大便 我真的有全血反應 不然我去做一下看看好了 他去到那個醫院的時候 那個醫生跟他講說 你沒有看到你的報告 不是你啊 他就跟那個醫生講說 那個其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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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真的大腸還第二期 超誇張的 四十幾歲沒有家族 大腸還第二期 那我們講到長嶺老化的話 如果是講到癌症 那你就要更小心 他其實不單純跟基因有關 他跟我們的生活習慣 很大關聯性 因為我們 我的門診有一次 有一對新婚夫妻來 他們就是已經做完見檢 要來給我看報告 那男生的報告其實都很OK 也沒有什麼太多的紅字 其中他有一個 真的讓我有稍微注意到 就是他在這個大腸鏡裡頭 他有做一個顯示說 有四顆大腸息肉 然後是好像是限流 那這個是有一點是 可能會分化成惡性的可能性 雖然是切掉了啦 他自己這個病人也很非常的 覺得非常的焦慮 他就說他是自己有這樣的基因嗎 那他父母親也沒有這樣的基因 他自己本身家族並沒有這樣的狀況 可是呢就回溯他這個人的生活習慣 才三十幾歲而已 就是等於剛新婚而已 他本身的話 其實這些習慣你講出來大家都有 比如說他比較胖胖的 他的紅字就是只有這個以外 就是BMI過重 第一個就是胖胖的 第二個就是他很喜歡吃肉 尤其是他們其實現在變方便的關係 他每次下班 只要他靠躺自己的方式 就是去吃牛排 其實我們真的牛排 在我們的肉類的算法都是超量 再加上紅肉本身就是 對大腸癌是一個比較不好的危險因子 再來他喜歡吃熱狗 你看那種燒煙製的東西 最後一個是他偶爾會喝一杯酒 我們以前都會認為 其實大家都會說晚上會小酌一杯 但是我們其實這個節目上之前講過 我們的女生男生的要求的酒量 其實隨時我們怎麼喝隨便都超飆 比如說 女生喝一杯啤酒 就是一天的量 你超過一杯就過多 那還不包括如果你是紅酒 你就只能喝110cc 所以只有很少一杯的酒 所以其實如果以他的生活作息來講的話 我們可見的就是很多人 這些都打勾了 你其實就會可能跟這個人一樣 他沒有任何基因 但是他就有機會 會成為癌症病人的高風險群 像我曾經有一個16歲女生的病患 他是因為這個腦性麻痺的關係 所以他平常不太能夠表達他哪裡不舒服 那他因為常常有便秘這個問題 所以他營養上也不是非常的好 那長期都被診斷說有缺點性貧血 但是他到我們的醫院來的時候 我們發現奇怪 他臉色非常的蒼白 我們幫他驗的時候 也是血色素只有5點多 那我們發現說不對 他也都有在補充這些營養鐵劑 那進一步我們再幫他檢查他的糞便 發現他糞便有血液的反應 進一步做大腸鏡發現 才16歲女生 結果他已經是大腸癌第四期 根本沒有辦法治療了 所以也就是說 貧血這種長期下來 一定要去追查有沒有其他的原因 針對這些原因來治療 有些反而不能去補體 大腸過勞吃出病 恐嚴大腸洗豆 大腸癌早上移 超多的 謝謝 我們現在那個上班族就疲勞 然後飲食不正常 通常就是有 常見的有五大過勞飲食 第一種就是 重油 重鹹多 重油 再來就是肉類多 再來就是你可能 你腸道的壞菌多 還有大家就喜歡熬夜 所以什麼 宵夜多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說 大家工作有時候加班 就是晚飯不定時 吃飯的時間延時多 像你這樣子的話 飲食不正常 沒有吃到五大類 六大類的營養素 然後時間也不對 久而久之會造成 你的腸胃道就產生 一個過勞的現象 我們所謂的大腸過勞 就是造成你的腸胃道 很容易產生一個 慢性的發炎 那慢性發炎久了以後 你的腸胃道裡面的毒素 就容易透過這個腸的黏膜 進入你的身體裡面 這樣子就會造成很多 身體的一些奇奇怪怪的疾病 從最常見的一些 不明原因的過敏 甚至到最後免疫系統失調 這些都可以 免疫系統很可怕 對啊 那另外再來 你長期的腸胃道發炎 最後就導致你腸胃道裡面的 這個息肉比較容易產生 然後也容易得到大腸癌 那像我這邊跟大家舉一個例子 就是我有一個病人 他是50級歲 一個裝潢師傅 他就是人很殺氣這樣子 但是他就是很喜歡抽菸喝酒 因為在工地 就是反正菸酒不立生 然後他飲食習慣差 他大概跟我說 五六年沒吃過青菜 那他怎麼大號 有的人很奇怪 他天生可能有一些 腸胃系統消耗 他就是一吃就想上 一吃就想上 所以他沒那個困擾 對 但是他就是說 他就是做工要有氣力 他就是只吃肉 然後吃很多澱粉類 他是不吃青菜這樣子 結果他來的時候就是說 他大便很細 像鉛筆一樣細 像鉛筆一樣細 然後時不時大便會流血 然後他就說 他覺得他這個是痔瘡發作 這次很嚴重 所以要來找我幹嘛 要叫我幫他治療他的痔瘡 那一問就知道這個不對 後來再問一問問發現 他說其實我 好像有時候會 時不時怪怪的不舒服 那就知道這個一定有事 所以就叫他趕快 好說歹說 叫他做大腸鏡 然後騙到最後就跟他說 你這樣不做 你的那個可能 慾望會有受損 還有 還有 然後他就做了 然後他就做了 對 結果做以後真的 大腸癌第三期 第三期啊 第三期 可是第三期好像還可以治療 沒有 他那個其實滿嚴重的 第三期很嚴重 因為很嚴重 然後他大腸已經有阻塞 我們大腸鏡是過不去的 然後結果後來我們又 再進入他做檢查對不對 結果後來發現 他不只第三期 他肝臟也轉移 所以他實際上是 大腸癌還有肝轉移 痾病肝癌 對 他實際上是 滿嚴重的 只是說還好他 那個轉移的地方 只局限在某一小塊 那所以像大腸癌肝轉移 這個是大腸可以開到 他當初來看你是哪裡不舒服 他就大便很細 他以為他自己是自己 你看還不是痛 還有血這樣 對 有時候常常會有人 所以他很細 是因為他的就是那個 洞油已經流長很大 他塞住了 像那個水管的阻塞 中間只剩一個小洞 所以他的糞便 經過這個小洞一急 出來都是細細長長 對 還好後來開完刀 還算OK 然後現在就在接受化學治療狀 也還算穩定這樣子 我有一個朋友 就是大概30歲左右 很年輕的女生 然後她是在做那個 精品業的銷售 她常常都排晚班 那她就說她就是以前可能飲食 就是比較不正常 因為下班時間都晚了 然後你可以吃的東西 其實很有限 就是什麼 炭烤 鹹酥雞 就是麻辣的東西之類的 然後就這樣過好幾年 後來有一次她就很緊張 跟我講說 我最近那個大便 都看到那個有血色 我說妳這樣多久 她說其實有一陣子了 但因為她以前很長期便祕 所以她一開始以為是痔瘡 但後來就是上網查一下 發現好像跟痔瘡的那種 血便的感覺又不太一樣 然後那陣子就是剛好要結婚 壓力又比較大 我就說那妳乾脆就是 健康檢查 順便去做糞便牽血 然後再做個大腸鏡 就做完 就發現她那個大腸的腸道裡面 其實大概有差不多 快十顆左右的蟋肉 還有大部分 對 還有大部分都良性 可是就有一個很不巧 是那種就是 腺瘤 腺瘤它其實是一種類似 癌症前期 就是說你這個如果不處理它的話 未來幾年之內 就會變成癌症 對 它變成癌化機率會非常高 後來就是把它這些都清掉 醫師就跟他講說 之後可能飲食習慣要改變 然後可能就是三年 要再回去做一個復檢這樣子 後來他就把工作辭掉 他就說他寧可要命 也不想要再繼續上班 因為實在是沒有辦法 我們節目講得那麼多 這幾年在講這種燒烤 很容易 可能還沒開這個節目 資訊都已經在國外就講說 燒烤的東西 可是台灣燒烤 從一店開到七店 還有二十四小時的 二十四小時就開 就一直開 麻辣鍋也是 麻辣鍋也從 麻辣某某店 從一店開到八店 對 都沒有變食 所以我們在講這個有什麼用呢 就吃吧 吃 吃 對 可是因為我覺得 就是作息這件事情 有時候對我們來講 真的是比較難一點 像有時候拍戲 就很難去管到作息 因為他早上晚上 就是會日夜顛倒 然後講到吃這種東西 有時候你又會克制不了 像習慣 我很喜歡吃辣 一開始吃辣 你就會從小辣中 到不知道大辣 到就是魔鬼等級 然後熟了之後 他就已經沒有知覺了 你就一直覺得說 不夠辣還是要加 還是要加 你就越吃越辣 然後再來我覺得女生 更難察覺到就是大腸 這些有沒有的病狀 是因為我第一次 就是發現說有血變的時候 是我上完廁所之後 我想說 奇怪 怎麼會有血 當下第一個反應 想說應該是生理期 因為女生常生理期 都比較不準 然後我就想說 電衛生棉好了 然後可是當我第二次 上廁所的時候 發現奇怪 那衛生棉上面 又沒有任何的血字 對 那我後來有一次 就是要上廁所的時候 你就大出來 然後你就很用力 在大的時候 你就發現你的那個便便上面 其實你的所謂的血便 它不是說在大便的本 旁邊有一灘血 對 它是跟著一起的 然後我才想說 這個是血便嗎 我就想說 可能你在太用力 要把那個硬硬的大便 擠出來的時候 把它弄破了 對 然後再來 在有的時候 我就想說天啊 我該不會得痔瘡吧 因為以前都常笑別人 是不是業障 然後 我就上完查 它痔瘡是會坐立難安的 其實是你坐著也會痛 沒有 沒有 有一種內痔好像不會痛 內痔也會一點點 對 可是我這樣子試 是真的都沒有感覺 不會痛的 我想我應該不是痔瘡 然後再來 我意識到 好像該檢查是 我上完廁所的時候 怎麼又有血 可是我這一次是沒有 就是我沒有大便的狀態 但那個血是你壓你的屁屁 你壓的時候 它的血是從屁屁裡面來的 所以就你沒有在大便 也流血 對 沒有大便也流血 就是也流血了 然後我才想說 是不是應該檢查 我才覺得應該 然後我才去照那個 大腸鏡跟胃鏡 他說一起照 然後照完之後 他才說 裡面長了息肉 然後他過程裡面 是直接把我切除了 可是他一直叮叮我說 但是他覺得這個不是那麼簡單 所以你一定要定期的來照 才會知道事後的狀況 以及他會不會怎麼樣 有沒有復發 我那個當下聽到 還要定期的來 我就覺得好像很麻煩 然後當下他已經切除了 我想說反正你切掉了 他應該也就不會再來了 沒有 這個是錯誤的觀念 我從這邊剛好跟大家理清一下 像你會講大腸息肉 表示你的生活的習慣 飲食的習慣 一定是讓你的大腸的黏膜過勞 出了很大的狀況 什麼狀況 我們的大腸會長息肉 簡單說就是你的 細胞的那些DNA的基因 有累積很多突變 從你正常的大腸黏膜 到會長息肉 要累積15 20個突變 才會產生大腸息肉 那就像一個門檻 你一旦跨過這個門檻 就表示你的體質 已經是 那個體質是回不去 回不去的 回不去的 回不去 回不去 所以你就是說 現在把你的息肉拿掉了對不對 定是結案 你以後還會再長 所以你一旦有大腸的息肉 而且假如醫師跟你說 你的息肉切下來是腺瘤 腺瘤也就是大腸腺癌的前身 你假如有腺瘤的體質 你一定要定期的做大腸鏡的追蹤 這很重要 因為很多民眾可能不了解這個 一般像你有一到兩顆息肉 根據美國的AGA的這個治療指引 就建議三年內一定要再做第二次大腸鏡 其實因為現在的人 就是真的是飲食習慣比較不正常 所以真的很容易有這種大腸食肉的問題 我們看到越來越年輕化 像我之前也是一個案例 然後大概二十幾歲的 就是大學生加南大生 二十幾歲而已 然後其實瓜哥剛剛有講到說 我們能不能就是吃燒烤這些 其實我覺得吃還是可以吃 可是是頻率的問題 我剛剛那個南大生 然後他就是飲食非常不正常啦 其實大學生你叫他飲食多正常也不太可能 所以他也是很喜歡吃這種燒烤 鹹酥雞 剛剛我們講的他都好喜歡吃 可是他那時候來給我看的時候 他是給我看胃痛 然後他說他胃痛滿久了 然後不舒服 那他說因為治療了一陣子 我就說那我建議你做個胃鏡 那他媽媽在旁邊 媽媽在旁邊就說什麼 他飲食非常不正常 反正你都要麻醉了 不然大腸鏡也做一做 一直做 然後這個男生不要 男大生就說我不要 我才不想要被就是因為大腸鏡像什麼鋼很進去 他就說他不想他會害羞什麼的 然後但是媽媽很堅持 還好媽媽很堅持 後來做出來之後 那個大腸鏡它裡面也是有五顆喜悠 喜悠就算了 它裡面有一顆是 容毛狀的線瘤 那這個其實就是說 我們喜悠切出來之後一定要化驗 化驗之後根據你化驗型態的不同 你追蹤的那個年限是不同的 像這種容毛狀的線瘤 我那時候建議他三個月到半年 最好還是再回來再照一次 因為這種容毛狀的線瘤 其實癌化的機率是很高的 它變半年就要回來一次 對 像這一種 所以它比管狀線瘤更危險嗎 更危險 對 它比管狀線瘤更危險 我們線瘤就分三大種 一種最簡單就管狀線瘤 有一種混合型叫 第三種就最不好的就是 容毛瘤 因為容毛瘤它是 癌前病變是比較 癌化的機會比較高 所以的確是要 比較短的時間追蹤 所以劉師說是剛剛是最頂級的 對 所以這個男大生其實自己也嚇到了 後來就不敢了 就是飲食習慣 習慣真的是可以調整的 很多病人來都告訴我 他沒有每天大便他都會很焦慮 其實我們醫學上定義是 三天有一次大便 或一天三四大便都算是正常情況 一個禮拜只要有三次 我們就算過關了 所以一般來講也沒有說 一定要每天大便才算健康 可是我現在要講的是 如果排便習慣有改變 就像你平常可能習慣就是三天一次 好一直都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OK 那如果說你平常都是這樣子很規律 突然有一天 比較容易就變一個禮拜才一次 然後便秘了以後 然後又腹瀉的話 那你就要提高警覺 這個排便習慣改變 可能是腫瘤引起來的 那我們之前就有碰過 有一個50歲的中年男性 他本來的主宿就是說 有的時候就大概差不多 兩三個月的時間 肚子覺得有點悶悶脹脹脹的感覺 然後排便出來的時候 有時候會有點帶血 然後血裡面有帶一點黏液 可是因為他本來就有痔疮問題 所以他也不以為意這樣子 然後後來是他覺得那一陣子 好像排便習慣越改越多 有的時候便秘 然後有的時候腹瀉 然後家人覺得聽起來整個很奇怪 就趕快叫他來就醫 結果你做大腰鏡你做檢查 其實不要做大腰鏡 我們肛門直診進去的時候 就看到他直腸那邊有一整圈 就已經是很默契的 那個直腸癌的狀況了 所以可以稍微做一個總結 讓大家做一個參考說 什麼樣是你排便習慣改變 或者是症狀上面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個是腹瘦 因為我們這個腸子 它跟我們身體其他地方不一樣 它長東西它不會有痛的感覺 但是如果它塞住了 或者是它帶給那個 就是腸子裡面東西不通的時候 那個脹的感覺 它會有一個警訊 所以腹脹 莫名其妙一陣陣腹脹的感覺 那個會是一個小小的警訊 第二個是 你排便習慣改變 就是便秘一陣腹瀉 或者是腹瀉一陣子的 跟便秘交替 這個跟你平常習慣不一樣 這個也要稍微做 就是你的評斷 第三個是 分辨帶血 血絲跟黏液這個 我剛剛講的並不是說 分辨有鮮血 如果你大便的時候出血 然後有疼痛的感覺 一般都是痔症跟肛瀉 對 但如果它是沒有疼痛的感覺 上面大便會纏著一些 像黏液血絲的東西 這個比較需要注意 就是你肛門也沒有疼痛 可是下面下來 大便下來有血絲 上面就血絲纏在大便上面 這個可能是它擦過腫瘤的時候 帶著那個腫瘤表面 掉入了一些血絲 你已經避開了痔瘡 結果你還有血就要注意 比如像大腸鏡 大家一定跟你說 大便要弄乾淨才能照 所以會跟你吃一些瀉藥 我昨天就有個病人 就是因為這樣子 就出了一個大問題 那個病人其實是我的老病人 他長期膽結石在我這邊追蹤 他一來就跟我說 江醫師那個 你有沒有在幫人家看大腸鏡 我說怎麼了 他說他三年前在我們醫院 有做過大腸鏡 所以有個席肉 他最近覺得肚子怪怪 想要追蹤 我就把那個報告點下來看 真的看到他三年前 在我們醫院有做過大腸鏡 也切了大概五顆錫肉 都是良性的 我算一段時間說 差不多三年了 我說不是我自己做 但是我可以幫你開檢查 就開… 我想說他也做過了 那護理小姐就跟他講說 大概要 蟹藥要怎麼吃 給我一個說明書 就整個給他 結果一個禮拜之後他回來 我就點開報告一看 奇怪 那個大腸鏡怎麼只做一半 就沒有做了 只做一半 然後而且那大腸鏡的醫生 就寫了很多說 這個病人那個大腸 的大便都沒有拉乾淨 所以他只做了大概三分之二 而且那三分之二都看不清楚 裡面還有很多大便在裡面 我就問他病人 我就說 你不知道這個蟹藥好好吃嗎 你這樣子人家怎麼看得清楚 他說你們那個蟹藥怎麼好奇怪 我三年前做的時候 那個還滿好喝的 結果怎麼這一次這個 好難喝喔 對 非常非常難喝 超難喝的 我就點開看的時候 我說對 你那個三年前那個蟹藥 是我們換長牌了 這一牌我也常常聽病人在抱怨說 就是不好喝 我說可是你還是要喝掉 換的話你家大便這麼多 人家怎麼檢查 我說你這到底喝多少 他說他只喝到三分之一 所以他大便只辣了一天 後來就沒有再辣 他只說後來兩天 他就稍微吃得比較清淡一點 然後他就去做 因為他覺得沒什麼影響 結果我就說那現在怎麼辦 你要不要重做一次 他說 我就說好 那就這樣吧 他就說應該沒有關係 反正也有看了三分之二 雖然沒有看得很清楚 但沒關係 他說總不會那麼倒楣 那三分之二 結果隔了一年 一年他又回來悶診 這次回來的時候他跟我說 可能真的要再排一次大長進 我說你怎麼了 他就說真的覺得怪怪的 而且最近大店都會黏黏的 都會黏黏的 而且變得很小條 裡面還有黏液啊 血什麼都有 我一聽就覺得毛毛的 我說那這次真的要好好做 這次就真的 就泄藥 就這次很乾脆去做 那第三次 我那時候他就很後悔 我到時候就跟他講說 那如果是一年前那一次 有好好做的話 可能第一期就看見 之前有一個72歲的那個阿伯 他來看我們診的時候 就是他在嘴角的地方 又長一個斑 那他自己覺得說 你嘴角有一個斑 是治療 就是治療 然後他想說這會不會是乾斑 因為他常常有人認為說 這種顏色的斑可能是乾斑 應該是乾不好 那當然這是誤傳 這跟乾脹是沒什麼關係 他來看就是因為說 他覺得這個斑出現之後 他那個就開始有時候會有傷口 就是他會形成一個小潰瘍 他常常自己擦藥 他想說他自己免疫力擦 來看我們那個肝膽科 我大概跟他解釋一下 這個可能跟肝臟不見得有什麼關係 不過他真的追蹤起來 他那個潰瘍是真的沒有好 時間還滿長的 最後我還是建議他去做切片 像剛剛提到 就整個把它切除掉 整個切除下來 真的是有點出乎意料 他發現後來是癌症 癌症是大腸癌的轉移 而且我為什麼喝大腸癌 因為他在四年前有大腸癌 他不是在我們醫院看 他在另外一家醫院 那時候大腸癌是有切除 然後而且他做過兩年左右的化療 後來追蹤兩年 其實有定期追蹤 都沒有復發的跡象 腹腔內都沒有復發跡象 這次就突然是在 臉部長的一個這種斑塊出現 這醫學上也是很少見 像我們這個癌症要轉移到皮膚 大概不到4%會這樣子 大部分都是以肚子 肚子上面的斑 或者是開刀傷口上面的斑 形成為主 很少直接擋他的臉部 我們在做大腸癌的時候 常常都會聽到 你有息肉這樣子 對 那息肉的話 像右邊這邊就是所謂的管狀息肉 那管狀息肉有的就像 有一個地在那邊 那有一個地在那邊的時候 它那一種都是比較好的 那或者是像一個 小小的珍珠附著在腸壁 這也是屬於這種管狀息肉的一種 都比較好 那另外一種左邊這一種 它就有點像地毯 如果有密集恐懼症 看得很害怕那一種 那一種的話 它就是 有機會會變成一個 癌前期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的話 就是如果在做大航劍的時候 它的息肉會不一樣 不過我現在要提的就是說 其實我要舉的案例 就是說不見得每個就是說 息肉才會是大腸癌 舉例來說一個 50多歲的一個男性 那它就是因為 斷斷續續血便來就醫 那就醫的時候 其實有看到它的那個大腸的 大概直腸上去大概20公分 胰狀疾腸那邊有一個潰癢 那一個潰癢的話 有反覆有一點在流血 那當然我們一開始會覺得說 你有時候是不是吃到什麼骨頭 去刮到腸子還怎麼樣 就在追蹤 可是追蹤三個月之後 那一個東西它越來越大 而且一直都沒有癒合 那後來我們一直在做切片的時候 切了兩次都還是良性 可是越看越不對勁 因為沒有理由 潰癢越來越大 後來還是勸他 要去把那一段腸子切掉 那其實他猶豫了一個月 他覺得他解的大便的 那個血量越來越多 甚至有點頭暈 他才願意去 後來當然就開刀下來 因為他那個潰癢 剛好在乙狀結腸的 一條血管的末端 可是切下來 雖然前面兩次大腸癢的切片 都是良性 可是他已經是 所以這真的他也肯 一般人你如果沒有 明確指定他是癌症 叫你去切你都有點捨不得 所以他是流血流到 受不了才切的 有症這樣是好事 對 所以反而 那樣流血的狀況 救了他太 像有的剛才瓜哥講的說 我們環境因素造成癌症很多 不過老實說 在癌症生物學來講 癌症的發生 一般像一個很通常的理論 叫 就是說你一般可能 基因有點問題 沒有真的有很有問題 但是環境的東西一誘發 你就發生 他就容易發生 就是要有多因素就對了 大概就是要 不是單一因素造成 可是有的東西真的是遺傳 像我有一個 大概40出頭歲的一個女孩子 她是 你遺傳上面 你家裡其實都會有這些問題 青春期以前 20歲以前 你去做你的大腸癢 大概都沒什麼問題 可是在20歲以後 你的青春期過後 你的腸道就會開始祕密麻麻 一直長息又一直長息又 甚至有的人可以長到幾千個 那其實現在的文獻都是 你到45歲以後 絕大部分都會癌症 所以其實你在20歲 如果20多歲 你發現檢查這麼多 理論上你應該痛下決心 去把這些東西都切掉 可是他就是不要 他就從以前他說 反正我都這麼多顆 我也知道 我20歲之後才有 就不切 所以後來一直追蹤 一直追蹤 等到他大概40出頭歲 到我的門診之後 也是因為血便 然後覺得排便習慣怪怪的 結果他的那個席肉 一個在左邊 一個在右邊 那個切片通常都變癌症 所以其實如果說他願意 早一點把大腸切到 只剩直腸 所以你直接把那個樹根 全部砍掉就對了 對 然後只留那一段 大概15到20公分的直腸 然後再每半年到一年 去追蹤那個直腸 那一段直腸也會長吧 也會長 可是也長不多啦 但是就少啦 你就可以一個月切了 好追蹤 除了遺傳之外 現在研究有發現說 這個大腸癌 或者大腸像是龍毛狀的息肉 可能跟細菌有關 就腸道菌 國外有做個研究 就是他把那些大腸癌的病患 去找它裡面有沒有什麼 特定的細菌 後來有找到一支細菌 叫聚合縮感菌 這個細菌發現 在普遍存在這個 在一半的大腸癌的病患身上 而且這個細菌 不是腸道中常見的細菌 它反而是 口腔內常見的細菌 這有點奇怪 就是你這種細菌 有時候不太容易經過胃酸到腸子 可是它又會附著在 我們的大腸癌的癌症上面 後來發現 搞不好是跟 就是假設你口腔內 有些傷口的話 這個口腔內的聚合縮感菌 可能經由血液循環 跑到你的大腸 然後在大腸上就滋生 然後附著在這個大腸的癌症上面 所以他們就認為說 這個搞不好跟這個大腸癌有關 所以這是一些 滿新的陸陸續續 都有一些研究這樣出來 不過後來我們臨床上 因為它有時候 有些研究是這樣 一開始只是找到一點點相關 那我們還是從臨床上 我們有時候去問一些病人 像我慢慢問到一些病人 真的問起來有很多 就是有大腸癌的病患 我都會多問他一下 你口腔衛生怎麼樣 你口腔有沒有牙周病 的確很多一些問起來 其實口腔都不太好 它可能也許是因為 它長期的阻絕不是很好 消化不良 可能造成它後 長期的腸胃炎也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口腔也是滿重要 中醫師講氣跟血 那氣因為看不到 所以我們一般人對於經絡 它怎麼走向是沒有概念的 那其實像大腸筋的走向 它從我們的食指端 走我們的陽側 然後沿著手肘的外側 一直走 從鎖骨上繞著嘴唇 交叉到對面去 所以它其實就是右走左 左走右 那你想說這個明明就走在外面 為什麼叫大腸筋呢 因為它有其他的分支的邁向 就是說它這個經絡走在體表 是這樣走 它內連丈夫嘛 所以它往下裡面 是連到我們的大腸的內側 這樣子運行的 所以它排毒的功能是往下 那如果你往下功能壞掉了 或它堵住 或是有一些癌細胞 那它的氣會往上 所以它會在大腸筋的一些交界跟轉折處 出現一些蛛絲馬跡 那我舉個臨場上就是有一個病人 他來看診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看就是排便不順 但是呢 他很神奇的就是嘴唇 嘴唇有一個就是會咬破的這個洞 然後它會變成一個血塊 然後就會沉澱 變黑色的 乾掉之後就掉 可是就又會咬破 所以來看了三個月 一直咬破就是怎麼樣 我就跟他說 你去檢查一下大腸筋好了 因為排便不順 然後又有這個斑 我直接就聯想到大腸癌 結果就是零期 大腸癌現在台灣也很多 其實大腸癌也有所謂的標靶藥 那我們通常聽到癌症假如轉移 就第四期嘛 感覺好像就哇這個糟糕了 末期沒醫的這樣子 但是在大腸癌並不是這樣子 大腸癌實際上在遠端轉移的時候 除了一般的化療藥 也有所謂的標靶藥可以用 但是標靶藥它跟我剛剛提到一樣 還是要測一個 腫瘤裡面的癌症基因有沒有突變 這個基因叫做Keras Keras這個基因假如 它的癌症腫瘤裡面 看到這個Keras是OK 它是沒有突變的 那用標靶藥會有效 剛好跟肺癌是相反 之前有兩個病人 他一樣都是大腸癌第四期 肝轉移 肺轉移 但是一個人測Keras 就是沒有突變 另外一個就突變了 所以我們一個人就給他用 化療藥加標靶藥 另外一個就是用傳統化療 兩個人住隔壁床 就吵架 就是說為什麼我給他用 他不給他用 他們都第四期肺跟肝 全部都是轉移 為什麼 他就有我就沒有這樣子 那我們還要 就是得要帶他們家屬 然後去這個會談室 然後給他把這個上網 直接把健保局的規定 全部都在這個電視上放出來給他看 然後跟他好好說明說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你才沒有辦法用 實際上你用了也沒效 也確定沒有效 也是就確定沒有效 因為有很多研究發現就是 你這個東西只要突變這個藥物 到你身體就沒有作用 台灣的大腸癌發生率全球第一 想預防大腸癌緊記三原則 第一 限制紅肉的攝取 因為過多的動物性脂肪 會促進自由基生成 進而增加大腸癌的機率 第二 多攝取鈣質 低支的奶類 豆類 能夠抑制癌前細胞的分化 第三 多攝取足夠的膳食纖維 每增加10公克的膳食纖維 就減低10%的大腸癌發生率 每天攝取20到30克的葉菜類 跟全骨全脈 就能有效預防大腸癌